大家好,我是戎二 教咱们来做小米丸子 换种口味,换个吃法 大人孩子都喜欢 小米300克先清洗干净 然后再加水泡两个小时 猪肉500克 清洗干净后去皮后切块 加到那里肌里面 再来三片生姜和三瓣大蒜一起打成泥 打好后先倒出来备用 接着准备一根胡萝卜 去皮后切大块 也放料理机中打成小颗粒 倒出来装入一个大一点的碗里 接着把肉泥倒进来 再来一把小葱花 一把玉米,一个鸡蛋 接着加入盐,白糖,鸡精,胡椒粉,料酒,生抽,蚝油,生粉 擅手搅拌均匀后先放一旁腌制30分钟 小米泡好后倒出来沥干水分 接着把腌好的肉泥搓成丸子 大小随意,自己喜欢就好 全部搓好后再裹上一层小米 然后稍微捏紧实一点 小米丸子就做好啦 接着就可以上锅蒸了 水开即时,大火20分钟 关火出锅 趁热,饭上泡好的枸杞点缀一下 香喷喷的小米肉丸就做好啦 颜色黄灿灿的看起来就很有食欲 吃起来口感上也比较丰富 相比普通丸子会更劲道一些 而且小米非常养胃 平常我们可以多吃一些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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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